植子花黄叶怎么办 两种原因 对症下药 恢复生机 叶绿花多 植子花呢 花香非常的浓郁 这个非常的好闻 开花呢 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但是呢 就是养着养着 容易出现一个黄叶的情况 那么如果我们家里的植子花 出现了黄叶 一般呢 都是由这两种情况所导致的 你看看呢 你家是不是 第一个呢 就是土壤 活命 因为呢 我们的土质是碱性的 导致土壤成碱性 养着植子花呢 缺少铁元素 在这个碱性的土壤中 铁元素是不会被吸收的 所以呢 它呢 就会出现一个黄叶的现象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硫酸亚铁对水 吸食之后 直接给它浇灌 一个月呢 去给它浇灌一次 保持土壤的这个酸性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底下大面积的这个黄叶 底下大面积的黄叶呢 主要就是缺水缺肥所导致的 比如说今天忘记浇水 叶片植株就会打烟 这个时候再浇上水 它底部的叶片就会出现 大面积的发黄 然后脱落 再一个就是长期的不食肥 我们要做到薄肥秦氏的原则 这样就不会出现黄叶的情况 我们要做到薄肥秦氏的 我们要做到薄肥秦氏的 我们要做到薄肥秦氏的